印度一卡车在途经中印边界的一座桥梁时 桥梁发生了倒塌 对此印度网友甩锅中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该让印度来见识见识中国基建的实力了 印度最近跟邻居闹的是越来越严重 甚至一度样言掉在其边境部署武器 以此来威胁周边国家 然而很快边境就又出问题了 最近一辆运送印度边防部队的救援设备卡车 在途经中印边界北阿坎德邦的一座桥梁发生了倒塌 卡车栽倒在路旁 这次的事故印度再次让大家见识到了其攻城坚如磐石的质量 其实说真的 这还是在没打仗的情况下 印度就出现了这种问题 如果一旦发生战争 那么这种情况对于军队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毕竟敌人可不会等你修好桥在这打你 而最近处于边境冲突的关键时刻 印度桥梁质量却一下子就拉胯了 这着实尴尬 然而印度的民众似乎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反而准备将这口黑锅扣在中国头上 这不在此事发生不久后 就有中国网友在推特上发现 不少的印度网友说 此次倒塌的桥梁使用的是中国制造的钢材 并表示应该抵制中国产品 对于印度网友这样的迷之操作 有中国网友就表示 如果他们真的抵制中国制造的话 怕是国内所有的桥梁都得拆除 确实这位网友说的没错 如果印度真的抵制中国制造的话 估计印度所有的桥都得拆掉 而且不单是桥 估计不少的家用电器 衣着用品 以及一些生活上的必需品都得扔掉 这样印度人就真的可以过上 他们一直梦梦以求的全印度制造生活了 毕竟印度制造坚如磐石不是吗 但是话要说回来 印度这边既然甩锅都甩到中国头上了 那我们不得让他们感受感受 中国基建的力量吗 至少咱们要让他们知道 什么叫差距吧 下面这些卫星图片显示 就在中国与印度发生激烈冲突的前几天 中国就带上了一批机械设备 并开辟了一条通往喜马拉雅山腰的小路 此条小路甚至可能拦住了河流 带来对比对比印度的基建 差距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而咱们的印度小朋友却固执己见的认为 是因为用了中国的钢材 才导致他们的桥梁倒塌 印度民众可能不知道 中国的基建无论是速度还是质量 在全世界可都是排在第一名的 所以奉劝印度人 甩锅还是不要乱甩的好 即便是非要甩不可 你最起码也要做好调查再甩锅吧